- 做我扣籃梦想的階段性測試 - 現在是在運動中心 - 要做我扣籃夢想的階段性測試 - 最後就不用再跟那個非常討人厭的教練一起練球了 - 教練就在這邊了 OK OK 我們開始了 我們開始了 那大家應該也知道他練彈跳 訓練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租個室內場 讓他去嘗試一下灌籃 看今天會不會成功 那你覺得他這一次會成功嗎? 他有成功過嗎? 他沒有成功過 那他可以過籃框大概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話 其實如果有人過到這樣子 或者是最好的話 一個手掌的話都是有機會 信心喊話一下 可能要再上個48檔 沒有信心 1 2 3 4 1 2 3 4 我現在要怪鞋子了 不是3 2 3 4 4 夠了 對 對 對 你不要想著你只要碰到他 應該想著你要超 就是看能超過多 就跟跳向一樣 你不能想著你只是跳到跳向上面 你要想著你只是用全力跳 然後落體在這上面 1 2 3 1 2 3 4 1 3 4 4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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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6 1 5 2 6 1 7 1 5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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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你的身體是呈現一個 球在這邊 所以你應該起跳的時候可以再遠一點點 對你起跳的時候都已經在籃框這邊 沒有拿好 踩上去 踩上去 我每次掛籃的時候也會去想這些東西 因為你要想 它這個大概就是練天康水管的那個高度 差不多吧 對不對 你可以超過水管那麼多 為什麼你這邊就超過這個 非常受挫 現在已經來到了 突破 那個心魔的地方 應該是因為 一直覺得籃框很遙遠 所以如果是在健身房鏈跳得上去 這邊碰到籃框就會自己設一個電話板 就會覺得跳不上去 那要再去 別動 那要再去 嘿 嘿 嘿 お 好 好 有耶 有了有了 這個有點壓軟 對 對 對 只會超爛 但是那個角度太好 出 出 啊 別動 出 啊 掛心出來 啊 今天算是失敗 啊 看來短前列是不能夠擺脫這個教練 我可能要再繼續瘦個16公斤 我接下來要目標年底瘦16公斤 好 我聯絡一下整型外科醫師看 今天測驗結束了 結果是失敗 看來還有得練 可能接下來三個月 10月11月12月要繼續瘦 這樣子每個禮拜要花大量的時間 繼續練彈跳 辛苦 一口 可以加油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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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非常來的時候猛如虎 現在是像個童一樣離開 嗨嗨嗨嗨 你跟誰說哈嘍 你說你好胖 我好胖 好胖 你好棒 你說他胖胖 肥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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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嗨 怎麼